跟你们分享一些越过越好的夫妻都会有的七个小习惯 看看你们也不能跟他们一样的 第一个在对方说话的时候 另一半会非常认真的听 而且听完以后还会及时反馈 第二个就算当时没有理解对方的感受 或者理解这件事情 但是也愿意说一些安慰的话 比如虽然我不太理解你说的 但是我愿意陪你一起住过 或者虽然我帮不了你 但是我可以抱抱你 我能够陪着你 真的安抚的话 夫妻之间多说的话 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 也感觉很踏实 第三个弹琴多奖励少 喜欢跟对方倾诉自己的感受 不舒服了 难受了 受委屈了 高兴了 等等 而不是会去跟对方讲一些大道理 去不断地指责对方 第四个总是会想要为对方多做一些什么 让对方感受到你们之间彼此的爱意 第五个常常有肢体接触 就算牵手出去溜弯 也会要牵个手的 第六个绝对不会给对方的父母差评 第七个很重要 就是吵架的时候不拱火 再生气了 总会有一个人能够熄火您身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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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